你好 我覺得部長蠻辛苦的 因為其實景氣真的太差了 因為我看到你的報告裡面 你對於我們今年的預估其實是低於國際的值 也就是說台灣過去一直是優等生 那顯然在部長的評估裡面也是有些狀況 那其實我更關心的是最近 關於對岸講說已經談完這件事 那部長的說法幾天來有一些變化 一開始說不是這樣子 那第二 後來講說可能一次有些條件沒談好 或是對方已經把最好的條件拿出來 那部長我的擔心是這樣 就是這會不會是個黑箱 當對岸已經在放話說已經談完的時候 那部長有不同的說法 這會讓我們有個擔心就是說 那到底我們應該相信誰 那當然我一定相信我們的經濟部長 可是在這過程裡面 也沒有一個很清楚的報告 那部長說法一直變化 我覺得這是兩岸 從AQA談判以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台灣民眾不放心 那立法院也無法監督 那更重要的是 但是我們之前還發現張顯耀 這個所謂匪諜案 那後來雖然檢調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部長我想問的是說 到底我們荷茂的談判 是陳德明講的已經談完了呢 還是你所說的沒有 還有很多條件還沒談好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應該相信陳德明呢 還是相信你 是他在說謊 是他在放話 還是你不了解狀況 還是有很多資訊 沒有跟我們講 那個放下監督條例那一塊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提呢 因為我看了你的很多報告裡面 都提到 ECFA之後的很多後續談判 是根據行政院版 監督條例的精神 因為行政院版還沒通過嘛 所以你們的意思是說 有有有 我們有遵照行政院版 可是行政院版監督條例的精神 事前沒有跟立法院 或跟民間跟台灣社會公佈所謂地結計畫 事中參與 事後民主 這都沒有 那影響評估也沒有 就是說 部長我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能不能跟 台灣老百姓跟台灣媒體講清楚 貨茂的情況 是以你講的為主 還是以陳德明講的為主 好 那個包委員 我來回 針對您這個問題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就針對您這個問題回答 我想我很持續 我對外的說法都非常持續 包括今天在委員會裡面 就是現在的狀況 是我們還有要求的項目 對方 沒有辦法答應 因此 他這個協議 還沒有達成 那部長我意思是說 陳德明說法會不會是 這就是他們的底線 那這是他的說法 這個底線不只是對馬政府的說法 會不會是未來對於 蔡英文政府的說法 他的說法是他的說法 那就談判而言 雙方常常會有各自說 我就是底線了 但是 談判還是要繼續進展 假如 彼此都有意願 讓這個案子繼續往前走的話 當中 各個不同的階段 可能在更早以前 他就說 這是我最後的 這是最後的底線 他可以說他的 我時間有限了 就是說 我剛才的說法就是說 到底 目前的狀況是以他的說法為準 還是以你們今天 在委員會的解釋為準 那到底目前狀況為何 你們有一個很簡單的說明 好 那個報委員 現在的說法就是 以我的 我的說法 因為如果我有任何 在這個地方 有做不實的陳述 誤導我們任何公眾 誤導委員的話 有太多法律 會來治療我 我在台灣我跑不掉的 所以將來 我想對於這個民主制度 大家有信心 如果我在這邊 而且都是在紀錄上的 有任何不實的地方 是我有太完整的一套法律制度 所以我對自己說的 我負責 就是我剛才跟您報告的那樣 謝謝部長 就是說 因為各個版本監務條例裡面 會有一些罰則 那這些罰則其實也不是 立法院懷疑我們的官員 而是談判過程實在太複雜 之前發生張賢耀的事情 今天又發生對岸這樣的放話 還有你的說法 所以我們都覺得說 資訊的不對等 因為 在談判過程裡面 如果你不讓它公開 變成一個黑箱的話 真的 我只能跟部長抱歉 就說 這個說法出來以後 你真的台灣民眾會混淆的 那第二個事情我要請問部長是這樣 就是過去一個月我跑了兩個電廠 一個是核二廠 一個是台中火力發電廠 部長 這是根據原人會網站的資料 所形成 當然是宜蘭人文這個基金會所提供的 那我個人也到核二廠的現場去 核二廠的長官是這樣講 核二廠的一號機 我們先看一號機 它是大概在105年的11月 它大概必須停機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核廢料的藍棒 核廢料棒 它本來是放在水池裡面 水池裡面已經沒有地方放 我記得那時候你們的副總 台電的副總 還指的那個水池你沒看 算那個孔數 那個洞 大概還能放幾個 也就是下次稅修的時候 這些 拿出來的核燃料棒 已經使用過的 已經不能放在水池裡面 也就是說在蔡英文上台 六個月內 我們的核二廠一號機就要停機 如果核一廠的情況 其實也類似 大概可以再拖個一年 也就是在蔡主席上台 不到兩年內 我們的核一核二廠 大概有三號 三個機組就要停機了 那我之所以困惑的是說 這些燃料棒要拿出來 放在水池裡面 那水池滿了 其實這是可以計算的 我們看一下 國際上的慣例 國際上的慣例 那個圖版 第一個 謝謝 第一個 國際上的慣例是這樣 先放在冷卻池裡面 可是還是會在市場區內 弄一個廠房 是來暫存這些燃料棒 在廚藝完成時 借滿就要送到 所謂中期集中室內儲存 部長我現在感覺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台電或經濟部 難道不知道 冷卻池裡面已經滿了嗎 現在要蓋 廠區外 露天的儲藏 然後宣稱是暫時存放 可是我跟部長報告 這暫時存放是40年 那現在我們問台電 那你有沒有所謂最終處置場 最近放個消息說 有有在外島 一個無人島 部長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事情都是可預測 可是在蔡英文總統上台之後 兩年內 我們的合一合二 可能都要提前退休 機組要暫停 我想請問部長是 目前朱立倫市長也不發建造 那這些核廢料燃棒 燃料棒 水池裡面也放不下去 那現在台電或經濟部 有什麼解決方法 第二個 如果合一合二在兩年內 都停機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如馬總統所講的 會有所謂限電缺電的問題 雖然我覺得一個現任總統 在警告 他的民眾說會有限電缺電的問題 可是我從這個過程來看 馬總統任內八年 其實他應該就要積極處理這個問題 水池要滿了 這是可計算的 因為我們的合一合二已經運作了快四十年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裡面有沒有人謀不髒 這裡面有沒有故意要造成缺電限電的問題 第三個 台電最後是不是真的要把合一合二合三 變成三個核廢料儲存廠 也就是送給新北市居民兩個大禮 過去在蓋核電廠的時候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 現在是不是也要蓋兩個核廢料廠給他們 是我可不可以先就那個台電的這幾個問題 先請那個黃董事長 台電黃董事長先跟您報告一下 我跟徐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台電很早就知道這個問題 這個可以算的了 所以我們在合一廠的這個幹事儲存部分 從規劃開始要建 這個中間溝通就花很多時間 那建好之後 現在只剩下水保計劃 地方政府還沒有放 那這一件事情最近也溝通很久 我們在這個過去幾年的時間 黃董事長我我我 對不起打斷 因為時間關係 我跟你保證 朱市長不會準的 是我了解這個情況 那第二個 我也想問黃董事長 就是說 你講的這個都是暫時儲存的 就是我們所講的廠區室內暫存期 當然你是室外 我意思是說 這個核電廠運作40年 你們那時候都沒有想到在台灣最終處置會放在哪裡嗎 我跟委員報告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 處理這個 所謂最終處置 真的可以集中三核電 還是你們已經決定 把現在的現存核廢料 放在三個廠區 因為我要提醒你 我覺得這不只是馬總統的問題 這在未來也會變成蔡總統所遇到的問題 那這也會是台電 永久的問題 這個最終處置 這個計畫目前 目前的計畫 送到原能位計畫 是民國144年才要開始啟用 那這個中間 有非常長時間的地質調查 環評溝通等等 這些工程的這些問題要處理 所以 你們到底有沒有信心 找到最終處置場 我跟委員報告 這種事情即使在國外 在先進國家都碰到困難 所以才會有 集中式的一個比較長期的儲存 對不起時間有限 主席一分鐘就好 我可以跟 董事長 我自己意思是說 這是我去 台中火力發電廠 這個你們廠區給我的資料 那時候你們另外一個副總也在 就是說 台電一直在推銷一個東西 就是說 核能很便宜啦 1.115塊 藍煤也很便宜 所以我們台中火力發電廠 是全世界最大的 我看那個煤廠 我真的很驚嘆 1.21塊 我希望未來台電 現在算這個成本的時候 把核廢料 算進去 那個成本怎麼算 一度多少錢 第二個 董事長我把它講完 我知道這是你購入生產的成本 外部成本 你要不要把台中市民 最近三天 連續三天 空屋 去的時候降載 我們時候剛好在現場 兩個小時內就降載 我們想說是不是委員到了 比較快 過去心裡說要花三天 他說要跟中央處置 這個經濟部 台電什麼都要開會 你知道你這邊火力藍煤說 1.21很便宜 可不可以把台中市民的痛苦 放進去 希望以後不要再看到這樣的圖表 謝謝 謝謝 好謝謝我們許委員的一個質詢 來我們休息五分鐘